在學校又催交學費了 是呀,我想辦法 他女這個學期,如果還不入學,就超齡的 行了,我知道了 這數搞定了嗎?經理趕著要看 我現在,全身都不得了 不得了都要做的 我和你一樣工資,有什麼不得了? 你幸好,生了三個,我現在六頂了 如果再生下我,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哦,我不是幸運的 我們是預先有計劃的生兒育女 你不信了,讓你看看 你實行像我這樣 去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那裏,節育 是呀,如果生兒不養,養兒不教 那就對不起你的兒女,更對不起社會 所以,負責任的父母,一定要有計劃 去生兒育女 這位是周先生,他是在沙廠做工的 他有一個快樂的家庭 雖然入息不多 但是一家人生活得很安定,很完敗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一結婚,就實行家庭計劃 間疏來生育 所以不會經濟搞不變 又可以專心和有多些時間照顧那些弟弟 做媽媽的,又有時間休息 所以,無論大人、弟弟 個個都非常之健康 他們是去家庭計劃指導會 學節育方法的 那些節育方法,不會影響身體健康的 因為,都經過國際醫學專家研究過 試驗很久,認為不會有不良後果的 現在,來家庭計劃指導會 接受節育指導的人 每年都有好幾萬人 個個都很滿意 請你們可以放心,快點去實行吧 好,快點去實行 好,快點去實行